大家好啊,我是老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案子非常有特点,当年里面牵扯了很多特殊问题,所以就一直没有公开 凶手啊,是个现役军人,作案的手法极其残忍,也是非常罕见 他的名字叫邱海池,甘肃人,1953年12月22号出生,老婆名字叫王长妞 他们俩是一个大队的,从小一起上学,关系特别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家相互之间也很熟悉,老婆长妞啊,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 是附近村子啊,远近闻名的拖拉机手,人品也非常好,特别有正义感 1969年两个人正式订婚,之后不久啊,邱海池就去兰州当兵了 到了1976年的4月份,邱海池突然从部队回了老家,提出来要登记结婚 他们俩之前只是订婚啊,没有办手续 可是问题来了,邱海池的脸上受了攻伤,满脸的伤疤,很吓人不说,还特别丑 所以说长妞的父母啊,就有点不愿意了 闺女啊,咱们找个正常人不行吗? 你看看这脸弄的,以后咋生活啊,太吓人了 想着让长妞毁婚,但是长妞坚决不同意啊 这样做也太不讲究了,我们都已经订婚了,就因为人家出了点意外,不要人家了,这事我肯定不能干 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问题了,长妞当时没有到晚婚年龄啊 那个时候都提倡晚婚晚月,所以呢,就得想办法走后门去办结婚手续 那么邱海池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 事情是这样的,邱海池这小子,其实在两年前就移情别恋了 有了一个情人,姓张,他呢是甘肃省永登县人 两个人出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邱海池脸受伤了,这女的就看不上他了 嫌他丑,把他给一脚踹了 和大家说啊,姓张的这个女的生活作风不是很好 经常在歌厅舞厅瞎混,结果分手之后没多久啊 他就因为流氓罪被抓了,判刑三年 邱海池啊,也彻底断了念想 所以呢,就着急忙慌的跑回来,要和长妞结婚 里面是有这么个隐情 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八月份的时候啊 长妞作为家属是可以去探亲的,名正言顺的 结果到了之后碰到领导,人家就问他了 哎,你去年不是过来探过亲吗 长妞听了之后有点萌啊 没有啊,我们今年四月份才结的婚 我这是第一次来 人家领导听的也没说啥就走了 回头啊,长妞就把这事和邱海池说了 你们领导说我去年来过,啥情况啊 久海池一听大怒啊,就说了一句话 你就是我的家属 语气特别凶狠 长妞也不知道他为啥发脾气啊 也没敢接着问 但是脑子里还是满满的问号 大家其实也能猜得出来 领导去年见的女的应该就是那个姓张的女路芒 这件事情以后啊,邱海池对王长妞的态度啊 是180度大转变,非常差 总是因为一些琐事闹矛盾 一年半之后啊,1978年 邱海池回家探亲,又和长妞吵了起来 这次直接动手了 打完老婆以后啊,邱海池直接跑去了县城 找了个旅店住下了,也没有回家 但是长妞就发现了,邱海池从部队回来带了很多东西 有电线、铁条啥的 这一看就来路不明啊,估计是偷的 于是呢,就赶紧告诉了他爹老王 老王什么人啊,当地的大队书记啊 老头一看,直接一封举报信给了部队 检举千发,我女婿啊,偷部队的东西 部队这边经过调查,确定这些东西啊 都是邱海池偷的 接着就给教会来接受处理 由于偷的东西啊,不值钱 所以最终啊,他就被批评教育了一下,拉倒了 这件事情之后啊 邱海池在部队里啊,给长妞写了一封信 信里提到一句话 就是我这辈子啊,都不想再见你爹了 恨死他了 到了1979年的5月份 王长妞再次去部队探亲 有一天啊,他在邱海池的一个盒子最底下 发现了一封血书 这个血书大体内容是啥呢 里面写了 我心爱的海池啊,虽然我在监狱里 但是我的真心永远都不会变 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称心如意的妻子 这封信是用钢笔写的 但是呢,用手指头的鲜血啊,把每句话都给圈住了 哎呦我天,长妞看完之后直接气疯了 这个臭男人在外面居然有别的女人了 于是呢,直接拿起这个血书啊,去部队找领导了 你们得给我做主呀 随后领导啊,就找邱海池谈话 这信怎么回事啊,你都结婚了,外面还有情人 关键问题还是个坐牢的女流氓 你这思想和作风都有问题,这肯定是不行的 最后呢,给了邱海池一次机大过处分 反正以后你想着晋升或者转业啊,都会受影响 也给他痛批了一顿 回来以后的邱海池暴怒啊,就和王长妞说了一句话 你他妈给我等着啊,如果我复原回家 我就用自己的一条命啊,换你们全家的人头 好吧,既然日子都不想过了,那就奔着长妞折腾呗 之后的日子里啊,就整天找茬 有一次长妞在部队里啊,给他一个老乡缝被子 邱海池看到之后啊,就说了 你俩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的话,你为啥给人缝被子 你就是在搞破险 看到了吗,就往人家长妞身上泼脏水 长妞特别生气啊,直接离开部队回家了 回去以后啊,越想越气 我呢,就帮人缝了个被子 结果你倒打一耙,说我有问题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随后啊,他就直接给监狱里的女流氓写了一封信 大吉内容就是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赶紧离开邱海池 我们俩早就结婚了 并且有了孩子 你不要来破坏我们的家庭 这女流氓看到之后也是大怒啊 立马给邱海池写了一封信 你这个骗子 一直跟我说你单身 现在你老婆都给我写信了 你到底想咋样 邱海池收到信之后大惊啊 赶紧给这女流氓回信 你别着急,对不起啊 我这也是身不由己 被这女的给骗了 但是呢,我以后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 接着他立马写信给长妞 说你赶紧来部队,有急事 长妞给他回信说了 我病了,去不了 邱海池继续写 这都一个月了,应该好了吧 我再给你寄点钱,你赶紧过来 长妞呢,还是不去 第三次啊,邱海池开始说软话了 妞啊,我错了 我真心的悔悟了 你不愿意来就算了 那我就回去看你 现在我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不过呢,我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回去啊 部队有纪律 这样吧,你给我写封信 就说自己得了重病 然后呢,我就可以请假回去了 收到这封信以后啊 长妞就和家里人商量了 行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看看他怎么表现 于是呢,就拍了一封夹急电报 然后邱海池啊,就顺理成章的回来了 这次果然不一样了 这小子回到家之后啊,特别勤快 抢着干各种活啊 而且态度极其端正 那意思就是啊 我在外面的这几年 家里辛苦了你了 以后我要和你白头到老 再也不和你闹了 那么就这样顺理成章的 把长妞啊,再次忽悠到了部队里 但是呢,他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在这里啊 不能见任何人 也不能和别人打招呼说话 长妞就问他为啥呀 邱海池告诉他 你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我的前途 那么咱们说了 大的伤疤 这长妞肯定受不了啊 接着就偷偷的跑出了县城 找了个老乡 让他帮忙把自己送回家 一枚身上一文钱没有 结果是老乡觉得 这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情 我要是把你送回去了 邱海池咋办呀 他万一再报复我 那可了不得 所以人家就没接这个茶 好说歹说的 把长妞送回了部队 邱海池一看不能再等了 得抓紧下手 就在长妞回来的第二天 他就准备了一杯毒酒 结果长妞非常谨慎 没喝 第一次下手以失败告终 1980年的1月4号 这天早晨6点 他恶狠狠的对长妞说了 我告诉你 今天是我人生的分界线 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我现在已经复原了 要实现我的诺言了 实际上他还在服役 并没有复原 他们处在哪呢 兰州空军第34修理场 长妞一听吓坏了 衣服都没穿 撒腿就往外跑 结果被邱海池一把拉了回来 然后抽出来一把砍刀啊 对着长妞的两个胳膊 一顿猛砍 每个胳膊都被剁成了五段 过程中就给长妞堵住了嘴巴 大家想想这个画面 得有多恐怖血腥啊 过程中啊 儿子在里屋哭 他又跑进去把孩子打晕了 接着出来 把长妞的眼睛扣出来 扔在地上 用脚踩碎 然后呢扣第二个 这个时候长妞早就已经昏死过去了 秋海池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 整个人都杀红眼了 接着他又找来了一块砖头 对着长妞的脑袋没命的砸呀 时候法医这边发现 脑袋整整被砸了五个大洞 完事以后啊 他担心人不死 又用胳膊狠狠的勒住了长妞的脖子 就在这个时候 屋里冲进来几个邻居 这小子就挥舞着手里的刀啊 往外冲 杀出来一条血路 结果刚出门就发现 外面的人更多 早就给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住了 大家想想 都是集体宿舍 刚才长妞嚎叫的声音那么惨烈 基本上所有人都听着了 所以呢 整个修理厂的人全都来了 秋海池实在是脱不了身 然后就被生擒了 事后呢 长妞经过一天一夜的全力抢救啊 总算是脱离的生命危险 不过呢 医生表示 他的两条胳膊啊 就算揭好了也是残废 永久丧失了劳动能力 两只眼球被挖掉 只剩下眼眶 只能装一眼了 再也当不了拖拉几手了 最终啊 秋海池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兰州军区军事法庭啊 判处了死刑 随后啊 他就被执行了枪决 好了 案子都是结束了啊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说白了 秋海池干的这事啊 实在是让人没法理解 咱们退一万步讲啊 你既然打算和情人一起生活 最起码的 你人得活着吧 这样光天化日的直接杀人 不就是奔着死刑去的吗 这也太不合理了 咱们也不知道 姓张的情人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一封信就彻底把秋海池给整魔上了 为了再次赢得心爱女人的心 不惜把自己送上绝路 你说你人都没了 还怎么享受以后 这所谓的来之不易的爱情啊 我推测呀 秋海池之前 一个劲的喊长牛来部队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对方的信任 然后等着以后啊 慢慢的找机会报复他全家 结果呢 这计划不如变化快 这种没有感情的婚姻啊 秋海池是一分钟也过不下去了 后来他干脆也不装了 摊牌了 这才导致了自己 不顾一切的残杀长牛 也把自己啊 给彻底送上了绝路 咱们不得不说啊 长牛作为一个优秀的女托拉基手 前途一片光明 和秋海池结婚 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 好了 感谢大家内心看完 觉得老马讲的还不错的朋友啊 希望点赞关注评论一下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个案子 接着聊